受太极拳 这拳不像其他一般运动 重视肌肉发达 而是追求全身和内脏各重要器官的健康 这只要求练习的人 每天早晚约七到十分钟的练习 不需要任何运动器材 一人或多人都可以练习 这点是极少其他运动可以比拟的 感谢观看 大约在宋代末年 武当山有位修道之士 名叫张三丰的 他曾因观看蛇斗的动作 而悟出了一个以柔克刚的观念 从而孕育出一套前所未有的 崭新的运动于武术 他又把老子所说的 以天下之至柔 驰成于天下之至刚 以及孔子的中庸之道 融合于健身与武术 而这也符合了现代的物理 哲学 心理方面的观念 下面是一些在练习太极拳时的基本要领 下面是一些在练习太极拳时的基本要领 一 头部要保持正直 即全论所说的顶头旋 二 双手及双肩都要放松 三 双竹必须平贴地面 四 全身放松 五 呼吸时气沉腹部 六 双手双足 五 皆随腰跨而运转 这样可以使全身完整一气 七 要一动无有不动 肢体不可个别运动 炼拳头 五 戴拳肩中洛 舒适 自始至终 动作迅速要均匀平稳 全身重量要放在一只脚上 做好中定 郑先生形容练习太极拳 要想象似在陆地上游泳 心意只要如此想法 这样就可以培养肢体的协调能力 和灵敏的感觉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